哎呀 是谁在敲门 听到了 听到了 天哪 居然是特利加和杰德奥特曼 奇怪 怎么又走了呢 去哪里了 刚刚特利加和杰德也不知道干什么来了 又不见了 哎 怎么又回来了呀 天哪 居然还给我带来了一盒玩具 这个呢 是奥特战甲变形机甲弹套装玩具 后面居然是奥特溜兄弟 咱们打开看一下 里面总共有五个变形弹 还有一个奥特披风 那我们现在开始给它们变形吧 先来看这个白色的 这好像它的腿部 奇怪 奥特曼的腿也不可能这么短呀 那会是谁呢 还有它的双手 怎么回事 居然还有一个尾巴 最后反出它的头部 显展到正确的位置 居然是一个大怪兽 它就是宇宙大怪兽 矮雷王 再来看第二款 它的腿也这么短 难道也是一个怪兽吗 今天这个就是磁力怪兽安东拉 不过它怎么剩下了一根胡子呢 难道这个是个奥特曼打架的时候 被打掉了吗 我们再来看红色的 这个看起来就很正常了 哇 好长的腿呀 肯定是奥特曼 全身都是红色的 身上的画纹呢 也很单调 小朋友们猜一下它是谁呢 讲讲 揭晓答案 第一个来到地球上的初代奥特曼 整体线条非常单调 以红色和银色为主 再来看第二个红色的变形的 它的胸前居然有一个圆形水晶 难道是欧布奥特曼吗 今天快看小朋友们 它的头上有两个大大的奥特支脚 桌是奥特支付 桌可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变形弹咯 首先打开它的双臂 双臂和胸前都有盔甲 会是哪部奥特曼呢 变形腿部 叮叮 马上要介绍答案咯 头上有一个投标 这就是赛罗的父亲 赛文奥特曼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